最近中国女排已经结束世界女排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的征程 最终非常可惜 0比3输给日本女排 而反观对手日本队 在最近结束的总决赛中 虽然输给意大利女排 但她们还是夺得银牌 刷新近十年最好的成绩 也打破了中国女排的统治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于日本女排来说 自然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意味着日本女排有机会在今年巴黎奥运会取得佳绩 所以对于中国女排 对于主教练蔡斌来说 似乎是压力山大的事情 如果接下来不能在巴黎奥运会打好比赛 本分钟有可能会遭到日本女排的三连杀 对于主教练以及一众主力球员来说 必须引起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中国女排取得糟糕战绩 而日本女排实现逆袭之后 日本媒体还在报道中大放厥词 盛赞日本女排反倒不看好中国女排 引发争议 其实从目前来看 日本女排夺得银牌 高兴得有点太早了 因为中国女排 并没有被日本女排完全碾压 而且我们的后背力量非常足够 将来完全可以再度赶超日本队 首先 在最近日本女排夺得银牌的同时 因为她们一比三输给对手 导致被扣掉了相应的积分 目前中国女排继续超越日本女排 重回亚洲第一 这一点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是很好的消息 也告诉日本女排 中国女排这么多年所取得的佳绩 不是她们一时之间就可以超越的 无疑能让中国女排这些主力队员 接下来更有信心 征战巴黎奥运会 另外一方面非常值得关注的是 在此次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结束之后 另外一场女排大赛也刚刚落下帷幕 就是U18女排亚锦赛 最终中国女排的年轻姑娘们 在这一次U18的女排亚锦赛中 3比0横扫日本女排帮助一队复仇 还夺得本次冠军 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无疑是非常提气的消息 更为关键的是 在这一次比赛打败日本队夺得冠军之后 中国女排还有四个主力球员入选最佳阵容 获得非常好的殊荣和鼓励 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无疑又是个重大的喜讯 所以说实话 虽然中国女排一队 在最近已替补的阵容输给日本女排 但我们的整体实力依旧非常不错 后背力量也很强 年轻的接班人都非常不错 如此一来 将来接过朱婷他们的班 相信这些小姑娘 依旧可以弘扬中国女排精神 延续中国女排的辉煌 继续统治整个亚洲排坛 另外一方面 大家也不要小看主教练蔡斌 在香港战比赛时 蔡斌带领中国女排横扫波兰女排 以及土耳其女排夺得四连胜 用好了朱婷这一帮主力队员 有理由相信 经过这一个月的集训 接下来 中国女排在蔡斌的带领下 还有机会在巴黎奥运会复仇 日本女排取得佳绩